记者王定传新北报道,谢姓女子于今年5月间外出时把机车停在停车阁内,却遭人移出,而遭警方开单,还好谢女在停车前有自保动作,拍下当时停车照,新北地院也认为谢女的机车确实遭人移出,判谢女胜诉,原处分撤销,可上诉。 本案发生于今年5月27日,谢女的机车被警方发现停在新北市中和区井安路的人行道上,因而开单拒发,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採处600元罚还,谢女为此提出行政诉讼称,她的车原本是停在机车阁内,有拍照存证。 法官把谢女所拍的照片与警方的照片比对发现,谢女的机车原本停在停车阁最右侧,但后来已被移至停车阁外的人行道上,法官认为,因机车位置难寻,而硬将机车挤进停车阁内,致远合法停放机车遭挤,疑,出停车阁情况时常发生,判定谢女所述属实,判她胜诉。